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球队里有九成的选手来自于原住民家庭 乐天的个性与场边不少翻带的关校车 让东大体中棒球队散发出一股奇特魅力 我刚才去讲说我的母女名字叫那个伊玛 你是哪一组的 团团团 蛮不好的 那你这是哪一组的 排湾组 排湾组要干嘛 就要狩猎啊 然后要搭 那个要盖这个 每年都要盖摩托屋 真的哦 你会盖吗 略懂 然而缺乏资金与人才外流 却是长期困扰的东西 直到近年来 与吉利山湖城邦队的合作才有所改善 但这还可以撐吗 可以啊 我们都是喜欢 我们都是很珍惜的 对啊 就是像这样的我们都去拿那个 去买针啊 那个先缝一下 然后再用胶带 台东大学附属高中 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东西 事实上在台东的棒球发展方面 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历史背景 然后人才也没多的 所以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 除了有球场提供给他们使用之外 还有我们所有的器材 甚至我们教练们在技术方面 也都是做对他们最重要的后盾 好 谢谢教练 最近的议题相当重视的就是人才外流的部分 今年来就是我们积极的耕耘我们的基层的球队 也希望再让我们的青棒球队的成绩 能复得更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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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一年下来 我们打出我们应有的态度 打出我们应有的这种拼战的精神 那我想最主要是 他已经渐渐让大家认同这个 这一个球队他的韧性 这个球队在棒球上场 他们拼够的精神 反而去尊重这个球队 虽然平常练球辛苦 但毕竟都是高中生 该玩的该笑的都不能少 球员之间的感情与凝聚力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培养与磨练 这是台湾族还是陆海族的 打路还都有在做 在南天白云下分尺的孩子们 偶尔也要回到教室内接受 敬菜捏草主的训练 拉起来 下面那个地心拿掉 开开 为什么 盖起来 就有 但无论如何 之前这些可爱又单纯的中度孩子们 正在用不同的方式 享受着野球的新生热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